人类对食物的执念 从来都未曾停下毒手 首先免不了一顿毒打 来自井水坑的帅逼乌某有这种奇怪的嗜好 所谓棍榜底下出肉腹 保留肉筋道的纤维 与明显的颗粒是其中的关键 虽然大家都是第一次 但没想到居然莫名的熟练 红曲上色色 生抽增香香 白糖提鲜鲜 蚝油调味味 料酒去腥腥 最后以撒盐收尾 讲道理 用同样的材料 完全可以做出一份红烧肉 但有时 只是一道工序之差 便插出了两个世界 这正是人们对食物不断追求探索的执念 当猪肉准备就绪 便是最为重要的烤制过程 在古老的精水坑 每次在烤制肉腐蚀 工具人们会进行特定的仪式来自制炭火烤炉 他们相信 这种古老传统的烹饪习惯 将会决定接下来猪肉腐是否形成独特的风味 接下来 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 全凭多年的经验直觉跟扯淡功夫 在炭火的热力作用下 动物脂肪释放残忍的香气 肉泥在整个过程中变得紧实 丝边也会因温度收缩微微卷起 这正是蜂蜜趁热而入的最好机会 整片肉腐被甜蜜的外衣 隔开了这个枯燥乏味的世界 口感加异 风味加异 芝麻疯狂加异 最后便又是一丝不苟 二丝不苟 三丝不苟 四丝不苟 五丝不苟的烤制 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这可能就是人类对食物的执念 同样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肉腐总会在每时每刻带来惊喜 比如说下面一起吃 游泥面 选用进口北美小麦面饼明添加 酒煮不烂 每块面饼都要经过八小时的手工日晒 浇麻拌面 香中带麻 麻中带微微辣 葱油拌面 葱香四溢 老少皆宜 吃好一点 不吃泡面 煮油腻一面 寒冷的夜 空虚的胃 生活需要食物的点缀 一口面 一口肉 一口面 一口汤 食物与人们的故事 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 不断的发生 这里是掐面的乌托邦 平常的生活 用奇怪的方式 觉得好玩 就关过注 认为南韩九头 我才想要支持点三类 美食找事 请退出 这里是每周四更新的乌托邦 每周带影用平常的兴趣 还你平常的时候 没有发觉的事 三类 你亏不了三类 我骗不了三类 我产生联系的小脸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先自动力 好的时间来不及了 我的嘴要滑了 所以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